我竟然没有录上好了 我我现在昨天再录一遍 刚刚第一次没有录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放了一小段 前面讲的是大概 就是给一个 背光对不对 可以个背光 然后呢 因为我们选的是红色 我选的是红色 那我在勾的时候 第一层 如果你看第一段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浅色来勾 勾这个线条的浅色勾完的 我不在乎 继续画上去 好吧 这样勾了一个 浅色的线条 勾完之后呢 不要觉得可惜 很正常 因为是Aquatic Aquatic好处就是 可以无限级的修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把你这层换完之后 哪些地方是暗的 这里是暗的 眼睛 这里是暗的 对吧 这里他的 接下去是他的鼻子 现在不犯 一直这里有一点点 反光不是很好 还是 这里是鼻子 嘴巴 是不是感觉 你也看了一头雾水的感觉 但是没有关系 画画就是 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 底下 底下我就忽略不换了 就忽略不换了 不换了 那这层画完之后呢 可以等一下 等它干了之后再画 不等它干的时候呢 那你画上去可能会被颜色吃掉 你会用很多颜色 今天主要讲的是画这个毛的问题 基本上这些笔 由于我平时没有好好去保养它 就会产生这种 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就是不叫扫揍笔 扫揍笔是我随口一周的 我们怎么样看 这有没有反光 我们先从这边 浅色点开始吧 把灯关一下 灯关了反而反光会好一点 颜色会比较 我这看了就非常暗了 就看不大清楚了 好 把这些亮布稍微扫一下 颜色不要占太多 就 按一下按一下上去 然后呢 笔触也不要把它按的 太长 因为它是卷起来的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一下啊 一个是画的时候 你的笔 就得有些旋转的动作去画这些 另外一个呢 等一下修给你看 现在因为前面的白色没有吹干就会这样子 你看这个颜色没有第一次在那里传上去的效果那么好 它被吃掉了 颜色被底层的白色吃掉了 好 继续回来 主要的几个点还是要控制一下 我跟你讲我最好还是吹干一下 稍微 不需要等他就直接大概吹的差不多 那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颜色有点太灰了 因为刚刚没有画上去之后 对不对 那我加一点点 黄色跟橘黄色跟咖啡色尽量不要用黑色 我上次说过 那笔呢 我也换一支小一点的笔了 这个笔其实没有所谓说真的扫皱笔 还是不是扫皱笔 它基本上的笔毛都不会太整齐的 那我们来调试一下这个颜色 颜色稍微夸张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这支笔其实还是比较整齐 我们换一支差一点的笔吧 是没有那么整齐的笔 邋遢 邋遢的这种笔就会 相过好一点点 那干的笔看到没有 画上去就有这个毛的感觉了 因为它比较松散它的笔重 对吧 这一层呢 我们画的是比较 亮布的那一部分 这是在已经底底层 有一层颜色之后再画上去的了 这我们画的是上面这一层 那笔触如果是画卷毛的长啊 卷毛的话不要不要把笔触拖得太长 如果说我们来看这里是有卷毛对不对 那你看我的笔触用的是小短的笔触 我不知道叫反光光好一点 因为我这是逆光 所以它的这一点很麻烦 看出来反光非常强烈 你看到没有 就是不要把它的笔触拉的太长 短短的点上去 你观察一下那个照片上边 照片上面它的毛 也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稍微深一点 浅一点都问题不大 好 在这当中我其实加了很多层了 对不对 你层次加了多了以后 它的毛的厚度就会容易出来 现在我们这边毛的厚度是加出来之后呢 它嘴巴上边这里 我特意把它提亮一点点 笔的画的时候呢 走向要跟着它的毛范的走向走 好 基本上我们亮部的话 我呢 现在我们上暗部的 你看多一个层次上去之后 它的立体感就会容易出来了 我现在会盖住了一点 盖住了一点 刚刚画眼睛的那一部分 这里是梅干的黑色 你看当我把 把美干的颜色混在一起之后 它就是会出来笔触的感觉 你看几层画下来之后 我这里再加一点点白色亮布的地方 几层画下来之后 它的毛的这个厚重感 就会比较出来了 是吧 我已经是第二次画这个 因为第一次呢 前面没有路上 所以再画一遍 因为效果其实没有第一次的感觉那么好 有时候我们画画的时候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你第一遍画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感觉是非常有有热情的 非常愿意去有感觉去做这件事情 做第二遍之后呢 反而效果可能会技术上会更好 但是你的热情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好 我画到这边下巴这里的时候观察一下他跟真正受光的是哪里啊 我们再看下吧 只有上边那圈,对不对?底下应该是深一点点的,所以画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了,它并不是一个颜色,从上到下都是一个颜色的,它是有变化的,对吗?这里会按部深一点点,如果画的当中其中有一两笔画的太深太浅了,没有关系,不要在乎 这些细节,继续再画成在上面就好了,本身我们画画这个画就是有很多层画的,你最多把你觉得不满意的那一笔呢,把它作为后一个层次的底层,这样基本上有这个毛的感觉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还是第一次画的效果好,这一遍呢可能是,可能是没有时间好好去吹干它有关系,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去吹干它, 我这个毕竟不是YouTube的示范,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而已啊,所以就没那么讲究了 你看你的笔出用的越短,它就会出来这些卷卷毛的感觉了 好吧,那记住第一个是颜色的选择,它有明暗部的还是有第二个有层次,那笔触跟着这个毛发的方向走,然后不要做太长的笔触,小小的卷的几层上去就会出来这个效果 虽然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先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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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